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笔试面试专题讲座 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练表有关的知识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练表问题是笔试面试中常考的题型之一 但是练表问题其实并没有算法上的难度 主要是指针涉及了很多的操作,容易考虑不周 总的来说,笔试面试中练表的题目还是比较简单的 意在考察面试者代码实现的能力 练表和数组一样也是一种线性结构 通常认为数组是物理地址上连续的一段存储空间 所以可以通过数组下标就可以直接得到这个元素 而练表和数组最大的区别在于 练表的存储空间是临时分配的 对于单练表来说,我们只能通过一个节点的next指针 找到下一个节点的位置 而无法直接找到第1个节点的位置 只能从链表的头部开始一个一个往下走下去 链表的分类也比较简单 如果按照链表链接的方向分类 主要有单链表和双链表之分 其中,单链表是每个节点只能通过自己的next指针指向下一个节点 而双链表的每个节点除了next指针之外 还有一个previous指针 可以指向它的前一个节点 也就是通过当前节点,既可以找到它前一个节点 也可以找到它后一个节点 此外,链表还有普通链表和循环链表之分 循环链表是首尾相接的链表 它的最后一个元素的next指针指向它的第一个元素 对于循环双链表来说 除了最后一个元素的next指针指向第一个元素之外 它的第一个元素的previous指针还需要指向最后一个元素 在考虑链表问题的时候 要时刻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 首先是很多链表调整的面试题目 在设计函数的时候往往都要设计成返回之为链表节点类型的函数 因为链表在调整中很可能会有改变头部的情况发生 如果头节点换了 自然我们要返回一个新头部 第二个注意点是在调整链表的时候 要注意思考哪些指针变化了 面试者最好采用画图解决的方式 看一下修改了哪些指针 同时需要注意调整时前后节点的变化 这个环境我们预先要保存下来 不然可能会发生后续断线找不到后面节点的情况 第三个注意点是边界条件的处理 比如说头节点尾节点以及空节点 这些都是特殊值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特殊的情况 不要总假设指针有意义 也就是说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中 一定要时刻来判断节点是否为空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关于链表的插入和删除的注意事项 首先需要注意特殊情况 比如链表为空的情况 还有链表只有一个节点的情况等等 如果在单链表中想插入一个节点 应该同时找到插入位置之前的一个节点 和之后的一个节点 然后把前一个节点的next指针指向新插入的节点 再把新插入的next指针指向后一个节点 如果在单链表中删除一个节点 就找到删除节点的前一个节点 然后把前一个节点的next指针指向 删除这个节点的后一个节点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在头部或者尾部插入或者删除节点 在逻辑的设计上应该考虑可能遇到空的情况 在双链表中插入或删除一个节点 其实整个的过程和单链表是大同小异的 只不过除了设置next指针的指向之外 还需要额外考虑perverse指针的指向 总之面试者需要练习大量的链表题目 才能够做到代码实现不出错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链表翻转的注意事项 依然需要注意链表为空的情况 或者链表只有一个节点的情况等等 单链表在翻转的过程中 其实比较简单 假设前面已经翻转好的部分 头节点是head 当前节点是no 那么要翻转的时候进行如下三步即可 步骤一是将no节点的next指针指向head 步骤二是将no节点设置为翻转部分的新的头部 步骤三 因为我们还要继续把no的下一个节点做相同的操作 所以在步骤一发生之前 应该先用一个变量记录下 no节点下一个节点是什么 然后再进行步骤一和步骤二 前两个步骤处理完成后 再根据刚才记录的no的下一个节点继续往下处理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许多面试者在实现链表问题的时候 都喜欢使用额外的数据结构 比如说队列 比如说站或者是速度结构 来帮助我们进行链表的调整 减少出错的几率 但是实际上呢 链表的问题在实现的时候 可以做到额外空间复杂度为必个唯一 很多题目都是这样的 但是无疑需要更好的代码实现能力 那么我们也将在题目部分给出这样题目的说明 给定了一个整数Member 如何在节点值有序的环形链表中 插入一个节点值为Member的节点 并且保证这个环形单链表依然有序 我们直接给出时间复杂度为必沟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必沟1的方法 那么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生成节点值为Member的新节点 即为Node 如果链表为空那么让Node自己形成环形链表 也就是Next指向自己然后返回Node即可 如果链表不为空 令变量Private等于头节点 变量Current等于第二个节点 然后令Private和Current同步移动下去 如果遇到Private节点值小于等于Member 并且Current的节点值大于等于Member的话 说明Node应该插入在两个节点之间 插入Node然后返回Hide即可 例如环形链表1231Member等于2 应该把节点值插入在1和2之间 然后返回头节点 如果Private和Current转了一圈 这期间都没有发现我们刚才说的情况 说明我们的Node的节点 应该插入到头节点的前面 这种情况下之所以会发生 原因是要么Node的节点的值 比链表中每个节点的值都大 要么是因为Node的节点的值 比链表中每个节点的值都喜好 这里面我们分别举两个例子 比如环形链表1341Member等于5 应该把节点值5的节点 插入到节点1的前面 再比如环形链表1341 而Member等于0 也应该把节点值0的节点 插入到节点1的前面 虽然两种情况插入的位置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Node的节点的值 比链表中每个值都大的话 我们应该返回原来的图节点 但是如果Node的节点值 比链表中每个节点值都小的话 实际上这时我们应该返回Node 作为链表的新头部 因为只有从Node出发的 环形单链表才是有序的 给定一个单链表中的节点Node 但是不给定整个链表的头节点 如何在链表中删除这个Node 请实现这个删除函数 要求时间复杂度为B勾1 如果是删除一个双链表中的节点 做法是很容易的 当前节点可以通过Proverse指针 和Next指针找到自己的前一个节点 和后一个节点 那么删掉这个节点 只要前后两个节点之间 重新连接即可 那么对于单链表呢 我们是无法通过当前节点 找到它之前的那个节点的 那么该怎么做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举个例子就能说明具体的做法 比如链表1 2 3 只知道要删除节点2 而又不知道头节点 那么只要把节点2的值 变成节点3的值 然后在链表中删掉节点3即可 这道题呢 在面试中出现了很多次 答案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首先这样的删除方式 没法删掉最后一个节点 还是以原例子来进行说明 如果给定节点3 并且要删除它 但又不知道头节点 那节点3就是最后的节点 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下一个节点 来代替节点3被删除 那么就只有让节点2的 那次指针指向空 这一种办法了 而我们又根本找不到节点2 所以没法正确的删除节点3 那我们能不能把节点3 在内存上的这块区域变成空呢 这样不就相当于 让节点2的next指针指向空了吗 不就起到了节点3 被删除这样的效果了吗 那实际上这样做是不可以的 因为空在系统中 是一个特定的区域 如果想让节点2的next指针指向空 必须找到节点2 然后这种删除方式呢 其实本质上 根本就不是删除了node的节点 而是把node的节点的值改变 然后删除了node的下一个节点 在实际工程中 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比如工程上的一个节点呢 它可能代表一个很复杂的结构 那节点值的拷贝操作 可能就代价就相当的高了 或者可能改变节点值 这个操作本身 都是在工程上被禁止的 再比如工程上的一个节点 代表提供服务的一个服务器 外界对这个节点呢 其实都是有很多的依赖的 而用我们刚才的删除方式 比如例子中 节点2在删除的时候 实际上删除了节点3 这就影响了节点3 对外提供的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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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